明天就是圣诞节平安夜 华山基金会特别邀请了十位独居老人 前往宜兰市安康幼儿园欢度圣诞party 而万亿堂及国泰人寿的义工 也打扮成为圣诞老公公 为独老献上浓浓的祝福以及爱 希望呼吁社会大众一起送爱守护独老 华山基金会送爱孤老的圣诞party中 安康幼儿园的小朋友不但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 还陪伴长辈一起玩闯关游戏 威艺堂及国泰人寿的义工 也打扮成圣诞老公公 攜手老宝贝 医在圣诞树上挂上送餐 陪同就医物资协助等等各式礼物 期盼新的一年 各界能益住爱心 让华山服务不间断 小朋友跟我们长期延续 14年支持我们的欢迎堂 还有今天来支援 育工服务的股泰盒售 一起帮我们堂 各式他们的奖辈 做一半这个圣诞团队 然后平常这些呢 就是我们受到服务的长辈呢 他们也在圣诞树上 在团圣上愿望 希望呢大家可以认识我们的老宝贝 让他们的服务呢 没有持续不间断 华山基金会这些年 从民国88年到现在 他们帮助了许许多多无以处居的老人 无许出租的光环这个社会 这份精神这份行动 让我们真的感到很震痛 我们是万一堂 我们是宜兰结合在地 是满工商的一个信仰团体 因为很感谢说 华山基金会给我们的机会 然后让我们 把我们对他们的这份感动 这份行动 可以让我们一起与他们 一起参与一起受个爱心 因为他们的培长在家 比较没有人可以去帮忙他照顾他 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活动 能去关心跟关爱我们的老宝贝 可以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今天也有 我们的美甲啦 剪法啦 还有按摩推拿的服务 华山基金会在2020年末发起 爱老人爱团圆公益行动 希望用爱串联各方力量 邀请各界支持爱新年菜 或者响应因为有你 送爱到家的守护孤老的服务 亦来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道